今天呢是一期比较生活化的视频 准备把我的工作间简单的优化一下 从以前那样变成现在这样 这个呢是上次刷墙用了一半的油漆 密封的很好 好几个月过去了 状态还是很不错的 我重新买了黑色的色浆来重新调个色 想给它变成深灰色 我在小翔哥那里学到了一招 需要默念三秒 还不错哦 看一下看一下 不过好像有点学艺不精 有点不均匀呀 然后我们再来一遍 第二次果然好很多 搞定搞定搞定 那我们现在呢就是把这些贴上去的美纹指头都撕掉 然后把我搬走的桌子啊架子啊都归位 下边马上来 来了 太累了 我决定最后又一次咒语 不错不错不错 整个改造一个下午就搞定了 这次选的颜色比较深一点 刷两遍我感觉就够了 中间出去吃了个饭 喝个咖啡等它干了 对比一下之前的样子 其实除了以墙的颜色变了 整个布局也都改了一下下 以前是朝着窗户的 原本我是想可以随时抬眼 看看外面的风景 让自己的眼睛休息一下 但是实际上 到下午太阳晒过来的时候 基本上就没有办法睁眼对着屏幕了 现在的格局改成这样以后 就可以大胆的拉开窗帘了 不需要开灯 都可以有很好的光照 还没有白夜窗挡着 眼睛累的时候就转个头 眺望一下窗户外面的天空和街景 靠窗户的这一侧 光线条件比较好 就可以很方便的 用来拍摄一些产品的B-roll 我摆了一张宜家的桌子 简单的拍摄就可以很方便了 临时出现的一些杂物 也有了地方可以放 不会说到处丢 然后影响我办公的桌面 墙上的这个洞洞板也是一家的 主要是起到一个装饰的作用 也可以放一些小物件 我的桌面呢 跟以前差不多 双电机的电动升降桌腿 配合2米乘60厘米的桌面 实现了作战交替办公 保护脊椎 我自己把松木的桌面刷了一层粗糙的弹幕色 桌板与墙面有5厘米左右的空隙 方便夜晚的灯带来透光 电脑现在的主机是M1的Mac mini 搭配苹果键盘 触控板 显示器用的是明基的32英寸 上面挂了一个小米的屏幕挂灯 夜间办公我都会开着它 非对称的光线 基本上都只会投射在桌面 不会投射在屏幕上面影响观看的效果 这个呢是小米的历史无线充 随时都可以给耳机啊手机啊充电 有消息也可以第一时间看得到 我爸做的拖架 除了可以隐藏电脑的线栏以外 上面还可以摆放HomePod mini 屏幕挂灯的开关 以及控制房间灯光的米家智能开关 SD卡呀卡针啊 这些小的杂物我也会摆在上面 免得一个不小心就不知道把它弄到哪去了 所有的线和排叉呢 我都藏在了桌子下面 这一款乐哥的理线器 是我买过最好用的理线器 尺寸刚好 并且能很牢固 桌子的左侧一点的是偏生活的区域 PCC买的纸巾盒啊垃圾桶 加起来也就十块钱吧 右侧呢有一个Redmi出屏音响 随时都可以互换小爱 以及呢如果有客人来访 他按门铃的时候 我就可以看到来者和人 桌板下面 有升降桌的控制器 以及依赖灯带的控制器 再旁边一点是一个植物架 用来摆放灯啊 灯架啊 稳定器啊 滑轨啊等等的这些设备 然后呢再在右边一点 还有一个柜子 摆放了更加零散的杂物 我的杂物实在太多了 植物架跟柜子中间留了一个小小的过道 主要是用来摆放一些常用的 又不想去收纳的 像三角架呀 摄影包啊 产品啊等等 至于你们 看不到的这一侧嘛 就稍微有一点乱了 还是给你们看一下 两盏拍摄经常用的灯 这一盏大的是 爱图室的300D二代 它是我的主光源 一般呢都是 斜着45度摆放 小一点的这一盏 是我的副光源 也是爱图室的 型号是爱蒙拉200D 用来打亮头发 拉开我自己的主体和背景的层次 这两盏灯呢 我平时都不会拆 拍摄的时候 就直接用APP 就可以来控制它的灯光开关亮度 还是挺方便的 拍摄的产品BRO的时候也是 直接把这盏灯 就推到合适的位置 就可以开始拍摄了 好啦 这就是本次改造的所有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 多做这类的内容 也欢迎评论弹幕里面 扣个一告诉我 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BYE